7月23日,暑期热播剧《我的人间烟火》开播半个多月后,豆瓣评分终于出炉,开分4.1。 在超过13万用户的评分中,一星评价占比51.3%,给出四星评价的用户占到18.4%,五星评价仅占比7.7%. 即便如此,相关消息被媒体报道后,观众普遍认为4.1的评分已经超出了心理预期。 结合网络上的口碑,大部分网友都觉得这部剧的开分应该在2.3左右。 这部剧最终呈现这样的画风,是很多观众都始料未及的。 《我的人间烟火》改编自九月西的小说《一座城》在等你,讲述的是一段有关责任与成长的爱情故事,由杨阳、王楚然、王燕林领衔主演。 开播前,杨阳和王楚然的恋情绯闻随之流出,为这部剧的营销提供了不小的热度和话题。 聚焦一线消防战士和医护人员的利益,通过对职业细节的刻画,展现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的艰辛与坚守,是这部剧最想表达的内核,这是好的。 结果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这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开始变味,逐渐被不切实际的剧情,演员的油腻表演,多余且不可思议的小动作,所引发的话题争议所取代。 作为领衔主演,男一号的杨阳,通过《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用得不偿失来形容会更合适一些。 自从《我的人间烟火》播出以来,杨阳的风评就成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位经常被拿来和杀意,沈腾一起讨论的军艺校草,最近却成了接班张汉的新游王。 从起初被魏大勋抢走风头红利,到演技大受批判,再到现在的群潮,杨阳本人也一直在破防中,这次直接动手删了热屏。 虽然《我的人间烟火》播到现在,并没有给杨阳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甚至还成了道游神剧,但作为男主角的宣传义务还是要尽到,结果就是一条普通宣传播,也直接沦陷。 一句扎心地玩不起的山戏咖评论直接突出重围,杀到了热屏第一,获得了8.5万的点赞,能看出剧粉们对于魏大勋的高光戏份被删得不满,也足以见得杨阳现在的路人员差到什么地步,连粉丝都空不住。 更尴尬的是,第二条6.8万赞的热屏还是个负面评论,重新提起了杨阳饰演的角色在剧中用灭火器调情的事。 这两条热屏也证明了,一人只靠粉丝捧着,是绝对没有用的,不管粉丝战斗力再强,得罪了广大的观众也是美好果子吃。 但其实观众们抱怨抱怨也很正常,一人表现不好,被批评也是常有的事。 真正把这件事推向高潮的事,杨阳破了大房,直接删掉了这两条热屏。 现在评论区见面其刷刷都是粉丝们的甜言蜜语,热屏第一也变成了铁粉互动。 不知道杨阳看着现在粉丝太平的评论区是不是很舒爽,但网友们着实是被无语道了, 你不是刚接受采访说不在乎网上的声音,看看就好,自己认真演戏,问心无愧吗? 现在删评论是不是玩不起? 其实杨阳采访刚流出的时候,观众们就对她这段游言不尽的态度相当不满。 当时还出现了舆论控不住,干脆锁掉相关话题的场面。 当然,其实观众们真正在意的不是她删不删恶评,而是她到底能不能虚心接受意见。 《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引爆的导火索,剧情老套又荒谬。 杨阳的男主角色也不讨喜,就连官方都发文点评该剧《爱情高于一切》这样单调过时的观念迎来的将是观众们的反感。 拿着旧地图是找不到新大陆的,创作者们该跟上观众的审美。 而这部剧的失败之所以最大限度反映在杨阳身上,也是因为她的演技问题确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浮夸作作又非常端着,这么多年毫无长进。 杨阳以前还靠着一张脸强撑着,但现在也发塞了,身高也一直是和女演员对戏都要踩箱子的水平。 可以说她现在连外形的红利都吃不到什么了,就这样了,一面说不在意,一面删评论。 现在杨阳已经到了各个方面都能被攻击的地步了,近日也确实是被吐槽得不轻。 希望她能早点醒悟过来吧,放低姿态摆正心态,认真审视一下自己,也只有努力提升演技才有扭转口碑的可能了。 另外,明星还是要多听一些真实的声音,粉丝和团队捧着没有多大用,为她好就少找借口和理由吧。 魏大勋七天涨粉近百万,被山系山帖疯狂防暴,本人保持沉默惹怜爱,没想到吧,暑期第一报居然是搞笑男魏大勋。 随着《我的人间烟火》的热播,魏大勋饰演的霸总孟燕辰几乎成为全网热议的对象,频频登上热搜,更是血洗了各个视频平台。 从最近的数据来看,魏大勋七天就涨粉近百万,食火了。 《我的人间烟火》里,魏大勋只是个戏份不多的男三。 可偏偏因为这部剧的主角人设太一言难尽,男主小混混,女主恋爱脑,弘历便都落到了魏大勋饰演的这个隐忍克制,冷静偏执的哥哥角色上。 魏大勋也一凡以前搞笑男的形象,西装革履,戴金丝眼镜,用恰到好处的演技把孟燕辰这个角色立体地植入在了观众心中。 表面宠辱不惊,内心波涛汹涌,再加上为骨科设定的加持,戏剧张力和演员表现力一起拉满,观众不迷他迷谁啊。 现在魏大勋一条日常微博都能有9万条评论,160多万的赞,在看他剧播之前,评论从来超不过1万,点赞数也都在10万之内,整个互动流量翻了近20倍。 但是魏大勋的爆火让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的难易洋洋,很是难堪,连带着剧组也有点尴尬,于是魏大勋迎来了一系列的被防暴行为。 剧组发布新一轮宣传海报,认不出人的小配角都被艾特了,偏偏漏掉了魏大勋。 在某平台的好多条百万流量视频全被下架。 讨论小组关于孟燕辰的热门高楼都被删完了,魏大勋还成了小组的违禁词。 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剧中一场关于女主角错把哥哥孟燕辰当成男朋友爆了一下的高光戏份,直接在正片中消失。 这个情节对于孟燕辰这个角色的完整度至关重要,演员们还在直播连线中提起过,路透也有,但就是被剧组直接剪掉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人间烟火》导演在各种采访中大夸特夸杨阳式天选宋艳,编剧也发文夸杨阳演技好,几乎是整个剧组下场为杨阳晚尊,却刻意忽略给剧带来最大热度的魏大勋。 这更激起了网友们的逆反心理,大家全都在为魏大勋鸣不平,还有一种越防暴越努力的气势。 反倒是魏大勋本人对这些特殊对待没有任何反应和表示,应该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想再惹来非议。 更有意思的是,魏大勋还非常听劝,因为观众们都调侃魏大勋以后一定要少说话,一笑综艺感就来了,魏大勋还真就收敛了许多, 连发博营业都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符号表情,文案都直接省略了。 不管再怎么折腾,魏大勋成功靠孟雁辰这一角色出圈爆火已成事实,可能遭到了不少同行的羡慕极度,尤其是同组演员,实在是被对比得太惨烈了。 现实点讲,魏大勋这次的爆火确实离不开各种巧合和运气的成分,也是吃到了人设的红利,但这份成功绝对是他多年积淀的结果。 如果没有过硬的演技,就算机会来了也只会流失于指缝,如今看来他也已经转型成功,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好作品。